如果你从未做过甜点又想尝试一下,那一定要试试司康,这大概是最简单的甜品之一了。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奶油坚果咸味司康。 首先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坚果,我用了核桃仁和腰果。 大家买腰果做烘焙,大可不必买带皮的。 我买带皮的完全是为了在吃的时候多点乐趣,总感觉不费吹灰之力送到嘴里的东西少了点乐趣。 就像吃鸡肉喜欢啃骨头多的部位一样。 把它们切碎,放到碗里混合均匀备用。 接下来混合一下粉味。 250克低筋面粉,加入两大勺糖,我这里用的是罗汉果糖,所以颜色会发黄一些。 之后加入3克泡打粉,2克盐。 用刮刀把粉味混合均匀。 然后把250克淡奶油倒进来。 用切拌的方式把面粉和奶油拌匀。 用这样的配料做出来的丝糠口味是偏咸的,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改盐和糖的用量。 之后加入坚果碎拌匀。 呈现出这种絮状就可以了。 之后把它们转移到案板上。 做丝糠唯一需要注意的点就是不要过多揉面,不然就会生成面筋,丝糠做出来呢就不够松软了。 因此要用这种按压的方式把面团整成厚度大概1.5厘米的面饼。 没有饼干模具可以用杯子,在杯子边缘抹一些面粉,方便把面饼磕出来。 把剩下的部分再整成面饼,继续重复上面的步骤。 建议大家有条件的买一个饼干模具,不然这样每按一个饼给自己鼓起子掌真的是有点累人。 面饼磕出来了,手也红了。 把这些小饼放在一边静置15分钟,烤出来可以更蓬松。 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可以把烤箱预热到200度。 烤箱温度快到之后再刷一些全蛋液在表面,烤出来的颜色也能更好看。 放进烤箱中层烤20分钟,烤的时候可以闻到特别香的奶油味。 时间到后拿出来。 刚烤出来的丝糠里面还比较湿软,放凉之后吃口感会更好。 丝糠里的坚果增加了口感的层次,越吃越香。 搭配牛奶或者茶也是不错的。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,那我们下次再见。